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今日同大家講過一單新聞, 就說有個港男穿著一件兇手道的道袍, 拿著把餐刀打劫飛鴻, 現在這個兇徒已經落網了, 我們看看新聞怎說, 根據最新的新聞消息報導, 就說這個年約二十幾歲, 身穿白色兇手道袍的男人, 就在將軍澳拿著把餐刀, 就指向一個菲律賓籍的女傭。 警方收到消息, 就馬上出動衝鋒隊和反恐特勤隊在附近巡邏。 經過四個小時, 警員終於在一公里外的唐進階二一號附近 就找到這個裝扮到好像復活套那樣的二十六歲, 姓飯的涉案男人, 也在他身上找到一把刀, 而這把刀竟然是紙製的刀來的, 不是餐刀。 警方懷疑他是精神錯亂, 也在調查他握刀的原因, 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這原因將他拘捕。 根據報道詳細所講, 37歲的女事主, 在今日早上9點多, 就離開廣明院廣瑞國。 期間, 在樓下見到一個穿著白色空手道袍的男人, 看上去二十到三十歲, 大約米六高, 就黑色短髮了, 看上去情緒不穩定, 兩雙眼紅了, 迎面而來見到女事主, 就馬上舉起他那把, 三十厘米長的刀指向對方。 女事主見到馬上奪命狂奔, 就走回家, 然後叫保安協助。 最後捉到這個人就好像圖片所看到, 不知為何他要帶著一個復活套耳仔的頭顎, 而警員就在附近找到一把紙製刀, 而他和女事主互不相識, 穿到兇手道袍再加上一個復活套耳仔, 應該都不是什麼正常人來的。 開頭我見報道說, 以為是刀刀, 但原來不是, 把刀都是紙製的, 為何要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動作呢? 又不是打劫喔, 而且先26歲人, 他那一身的裝束道具準備都要時間啦, 浪費這麼多精神時間, 做了把紙製刀, 就是做了這樣的事有點奇怪呀。 好了, 今集跟大家睇到這裏先啦, 大家想講下面留個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